在那裡就很感動 一早晨起來 那種氛圍再加上上人的開示 他就一句話 那一句話就感動了我 吃苦了苦 苦盡甘來 享福了福 福盡悲來 那其實我那時候正在享福 為什麼享福 因為人生 該什麼都 五指登科什麼都有的時候 就想要吃喝玩樂 什麼樣樣來 但是上人好像在講我 所以後來他就說捨得捨得 多捨多得少 這個少捨少得 那後來我就開始發言當龍頭 我覺得他們不太快樂 但是我總覺得說要給他們另外一個環境試試看 孩子跟父母親 你一定要讓他有一個可以問的人 我跟我女兒講說不管發生任何的事情 媽媽絕對支持你 不管你發生任何的事情 我絕對接受 這是我覺得很重要的事 其實像這種叛逆的時候 比較容易接收到那種比較不好的東西 畢竟好事難做 壞事簡單 簡單 那時候哥哥曉不曉得 他染頭髮我也跟著染一段時間 你也跟著染一段時間 但是我沒有染那麼久 我也沒有鬚鬚這樣子 OK 你就是過個癮這樣子而已 所以秋強順兄知道這件事嗎 我不曉得他 我不曉得 他可能時間很短 小時候都跟媽媽一起住 然後一直住到結婚為止 那結婚的時候結果 沒想到我結婚的時候 媽媽還連續哭了一個月 我媽媽她的做人是很勇敢說很好 她也是都 有什麼事情都跟我們說 我們就要做天一看 那什麼事情都是這樣說好的 人在做天一看 我們做人要勇敢 就要打拼 我的婆婆跟我的公公 非常疼我的三個孩子 因為我們都一起住在一起 對 所以當婆婆要往生的那一剎那 就要打電話到美國來 我馬上帶著三個孩子 就跪在花園 山珠香給他點了 就跪在花園說 媽媽這三個孫 在這裡 幫你送 幫你祝福 不過我是覺得 我們在跟父母親相處的時候 孩子有看到 所以我的孩子現在也很孝順